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天上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在每周二周四中午的1点15分到1点45分 继续跨镜麻辣塔阿米天天看 今天请过来的是一个高材生 老李跟我说起这个说 这个是广州盛围的创始人李慧峰 这个传说中的广州卖家足球俱乐部的灵魂人物 但是他是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的专业 我的天啊,老李你不跟我说 我还不知道你来是个学霸 没有没有,不算学霸了 反正就是学习程度稍微好一点 学霸都这样子 可能很多朋友对广州的卖家一直很陌生 这里边老李肯定是难逃其辙了 广州卖家 广州盛围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说是现在的 对啊,你们以前你们现在,现在怎么情况 谁说公司吧 公司现在的情况还是你说之前的 以前啊,以前很少看到老李出来走走 我看看,可能都是在酒座 来,快去球场上 对,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做媒体的 做那个 足球媒体 不是做,不是做足球,就是行业媒体吧 为什么 呃,因为大家看到的我就是经常出来喝酒啊 还有那个干啥的 就是也没有讲过这个 其实我出来我也没怎么讲过说这个这个 呃,公司 跨境介绍还有该怎么做啊 嗯 该怎么刷他 该怎么打 哈哈哈哈 对啊,其实盛围很多人很陌生 都知道广州有个老李 都知道广州有个卖家足球俱乐部 也是很老的老朋友在一起 呃,盛围现在是什么意思 呃,现在的话 其实呃,我们呃,还是就是 就是,其实主要的经历还是就是做卖家 做卖家 啊,然后 呃,其实我们呃,我们就是 重心的话还是就是放在这个 还是以产品为重心嘛 包括我们公司的这个 呃,架构管理啊 各个方面的管理都是 呃,都是以产品为重心的一个 一个架构管理 嗯,老李紧张了 哈哈,刚刚在心头外面不这么说的 啊,现在公司有多少人了 啊,现在公司呃,两百,两百人左右吧 比起多少人,因为有定定出出的嘛 嗯,啊,一个广州的卖家做产品的两百多人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你的老办公室啊 老办公室在那个广州白云区广外旁边 北门,啊,那会有多少人啊 那会人少,那会就三五十号人嘛 四十个人左右 四十个人 应该没有超过五十个人 啊,然后在今年年头我去他们公司联会 我看到有一百多号人吧 当时多少人 我当时不到一百人 应该八十多人吧 我记得今年年会就是一月八号还是九号吧 你没公司联会,一月八号九号 就是,呃,反正几号我忘了 但是是国家就是 卦颜旦 发布这个,这个,这个,就是那种 武汉就封城前两天 因为,因为那个年会完了以后 呃,接着前我要回去 但是,当时我感觉到情况有点不对 不对,对 我又没回去 啊,然后第三天就,五号就封城了 然后就,就全国就开始紧张了 那幸亏你没回老家啊 对,幸亏没回老家 我当时,因为当时我感觉到各种形势不太好 所以我就把票给退掉了 你老家在哪儿 在河北啊 河北哪儿 河北石家庄 石家庄去 哇塞,你看这个中央,中国的十字路口 石家庄 实际上这个叫陆军军学院啊 这个还是中国很出名的地方 嗯,那不到今天是10月21号 十个月时间不到 嗯,就获得200人了 就相当于翻倍吧 翻倍啊 嗯,那这个业绩也是杠杠的往上走啊 啊,对,今天,今天其实就是说我们增速 其实整个行业增速都挺快的 嗯,我们也算就是,增速比较快吧 然后,呃,到 其实,呃,上半年 上半年整体来说就是一直在 呃,就是翻倍增长吧 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之前好多这种规划跟想法 好多项目我们就,呃,期天,期天布局了 就相当于是一些,呃,新的项目什么的 本来是计划明年开始布局的 嗯,就是这个 期天达到 行事比较好嘛,我们就期天就布局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呃,一些新的团队跟,呃,人才定了嘛 那,所以我们就在,呃,差不多七八月份的时候 嗯,就开始就是,呃,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开始就是不断的就是,呃,新项目开始立项 嗯,然后,呃,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人事部门也是比较给力 就是,呃,就找了一些,找了一些核心的骨干来,呃,人才吧 嗯,来搭建这些,这些,这些项目团队 嗯,所以就到最近两两三个月就是这个人数增长就比较快 就是有时候我又,每天,有时候一天能进三四个人吧 这样,嗯,嗯,嗯,反正,所以就看到这个增长,其实也是下半年开始增长的,嗯,一下就是从一百个人左右增长,增长到两百个人左右,这样子 大家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第一时间问老李他们办公室,公司的人,啊,就是在跨境出口点上里面在很长时间,啊,其实人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 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在这个人的里面,其实我很好奇,你看,每天三四个人,每天三四个人,其实你们人是怎么去裂变的 你刚刚跟我提到说,你是人力招进来,但是人,是人定纲还是港定人,你的这个项目是怎么去裂啊,是学人家说,有人说深圳,有人说深圳卖家跟广州卖家最大的差距,深圳卖家看到一个结果就不管,扎进去,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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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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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该怎么弄,或者新平台也好,新的产品线也好 那就是说可能这两个人摸搜的过程中可能选择人也不对 然后人可能会不断的换,但是呢我这个项目它的那个方向会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变了 那我们经常在内部我就跟大家说这个是试验田 然后把这个试验田就是如果说这个项目做出来以后就是各种坑知道在哪里了 然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就是需要其他配套的这些团队了 比如说一些QC的团队啊,一些就是供应链的一些神娃的团队啊 在搭建这些团队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就那个团队就逐渐的就是做大做稳了 就是可能这会比较慢,因为就是磨合的过程中时间比较长,也会有失败 但是呢就是说他我不断的换人或者是有时候也不会换人 就是说不断的就是通过一些摸索补坑什么的 把这个套路搞明白了 然后项目搞事了